大家地方政府 大家幾乎一致性的看法 跟中央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大家還是採取更低度的活動 这个时候来谈接种率剩余数 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个今天我们也听到一个讯息 就是学生可以施打 所以也拜托我们现在的疫苗数量 可能还不够 那施打的对象 请中央务必妥善思考 第二个持续的购买 让我们这些企业家 想要帮助的宗教团体热心人士 持续的赶快让疫苗进来 因为除了学生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批相对失落的年轻人 他们私下都在讲 我们到底要等到哪时候才可以施打 疫苗剩余数量的话 新北市全台最多 那除了之前有出现 这个长辈的还打潮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那有被质疑说施打的速度太慢 是卡在人力还是资源上的问题 目前AZ疫苗还剩下多少 没有打完的疫苗 会怎么去做处理 这批莫德纳是不是预计 会在这四天打完呢 好 谢谢大家非常关心 整个疫苗的施打 我在这一波的疫苗的施打 因为对象都是长辈 尤其第一波施打是75岁以上 让我们按照年龄 按照顺序 安心施打 是我们既定的策略跟方向 尤其对长辈 绝对求好求稳不求快 所以我们在施打的过程当中 事先的EA以及安排的整个顺序 甚至包括我们寻找的场所 我们尽量能够让长辈 照顾到他们一个安全安心的一个施打方向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来施打 所以光这几天 我们65岁 65岁以上的 有的在EA 有的在施打 市长一定 被让 整个65岁以上的长辈们 在施打的过程当中 都会安心的施打 我也知道 前段时间75岁以上的施打 也碰上刚好一些 报道上 对我们长者影响到施打力 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 就整个施打的过程当中 也做了很多的说明以外 最重要的 慢慢的 因为疫苗 在现阶段 又是莫德纳的疫苗的接种 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辈 又回头过来施打 市长在这里都欢迎 只要65岁以上 在这一波还没有来施打的 都可以回头过来打 疫苗的接种最重要的 是大家要提高 让他们有信心 能够来施打 然后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力 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 我在这里还是呼吁 我们的长辈们 65岁以上的长辈们 如果还没有一约 还没有来施打的 都可以来施打 希望大家多多到 我们新北市的一约网站 来议约 我们这几天 联系四天都在接种疫苗 所以我们的长辈们 放心 按年龄 按顺序 来安心施打 让疫苗保护你们 也保护 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共同 在这里过好生活 疫苗现在是 大概市民最关心的 也是全国最关心的议题 所以这段时间 一直有听到 所谓的接种率 剩余数 那在这边的这个纷争 可能会让民众误会为 为什么有了疫苗 还不赶快施打 所以刚刚市长 已经大概 做了原则上的说明 在这边 也在跟市民朋友 做个报告 因为刚刚在 我们的这个 两点的疫情指挙中心 也接受 部长也接受询论 针对所谓的 寂放在新北 或是台北的 这些第七类的人员 或是所谓的 接种率剩余数 他谈了一句话 或许可以当作 我们这个议题的 一个重点 他说这个时候 来谈接种率剩余数 是没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我们 还是做个说明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正在施打 譬如说 以现在这个同时 我们正在预约 其实同步 我们67、68、69的长辈 也正在施打 所以目前 新北市剩余的数量里面 是包括要针对 65岁以上的长者 第一类到第五类 以及中央负责 全权规划进行的 第七类专业人员 所以目前有三种人员 在进行里面都还持续在施打 所以这时候你统计的数量 跟这个数字 其实为什么会有落差 因为每个县市的 施查齐层不同 以我们新北市为例 我们的处理是 划分长者的年纪区域 譬如 现在我们的67、68、69 这三个税数的长者 正在施打 65、66 现在就正在预约 所以它是有持续的预约 施打 再预约 再施打 这样子有节奏的进行 就是市长刚刚提到的 求好 求稳 不求快 所以从现在开始 12号到15号 1.4天 我们所有65岁以上的长者 就会按照刚刚的次序 逐步的来施打 高达数量 将近有20几万 我想这个部分 也跟市民朋友做个报告 不用担心说 是不是疫苗剩在那边 没有人来使用 那因为我们第一线的统认 不仅是医务统认辛苦 我们的里长们 也都在协助 第二个在第七类的部分 也在这边跟市民朋友 做个报告 这个部分虽然是由 中央全权规划 可是执行的地方 会在我们新北市 那我们会做一些 简单的行政协助 那目前针对的是 风险较高 譬如说保姆国道 这个客运司机 货运司机 传统市长 合法摊商 卖场 收银员等等 所以也是从7月12号 开始来施打 那这部分的数量 虽然是放在新北的数量 可是其实是由中央 来做统筹的安排 那这边也 再次的这个市长早上 针对一千万的 这个新的BNT 要这个疫苗已经进场了 已经即将进到国内来 非常这个开心的代表市民 感谢我们这些企业者 包括台积电跟鸿海 那也希望市政府 能更全力的协助 所以第一个 今天我们也听到一个讯息 就是学生可以施打 所以也拜托 我们现在的疫苗数量 可能还不够 那施打的对象 请中央务必妥善思考 第二个 持续的购买 让我们这些企业家 想要帮助的宗教团体 热心人士 持续的赶快让疫苗进来 因为除了学生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批 相对失落的年轻人 他们私下都在讲 我们到底要等到哪时候 才可以施打 所以希望我们的政府 持续的协助 持续的合作 让疫苗赶快进来 等到哪一天 我们到我们的医院 到我们的诊所 挂个号 就可以施打疫苗 我想那就是我们疫情 可以控制住的时候 那明天唯解封 但光是电影院双北就不同调 那会不会担心新北市民 跑去台北看电影 反而成为破口 解封标准需要同步吗 目前现在是警戒三级 市民朋友 这几天我在了解 整个市民朋友的活动情形 尤其像礼拜六 礼拜天 谢谢我们的市民朋友 真的非常的帮忙协助 都还是保持地度活动 所以虽然我们围解封在即 但是我对我们新北市市民 甚至对全国的民众 对整个警戒三级的认识 跟了解 大家都会征照 整个警戒三级的活动 低度来活动 让我们的整个疫情 能够受到控制 市长对大家非常有信心 虽然在整个双北里面 光电影院允许大家 处理的方式不同 但是因为在中央在公布的过程当中 难免在整个业者管理面 以及在执行面上 很难有一致性 所以中央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很清楚 为了避免更多的争议跟纷扰 其实一致性会更好 但对新北市的市民来说 现在疫情还有很多的隐形传播链 以及还有疫苗施打覆盖力 在全台湾都不足底下 市长觉得我们如何先把安全 安心 让民众过一个平安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 所以在整个预防的作为上面 希望市民朋友 大家多多能够体谅 大家一起来协助 希望我们疫情能够做得更好 更到位 让我们早日回到正常的新生活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疫情能够控制最重要的关键 是来自于全国民众保持低度的活动 来配合政府的作为 这才是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虽然在明天有围解封 但是最重要的几个 最重要的关键 可以影响到传播链的 也经过大家地方政府 大家几乎一致性的看法 跟中央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大家还是采取更低度的活动 虽然某部分有一些围解封 但是大家都经过谨慎的评估 再加上市民们 都还能够继续保持低度的活动 我对全台湾的全国民众 在警戒三级 尤其部分的一点点的围解封 我深寄信心 只要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仍然能够把疫情控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